在上個星期四至到星期六 海關採取代號破幣的執法行動 成功偵破了一宗利用虛擬貨幣 清洗黑錢的一個案件 總共的涉案金額是12億港元 這一宗案件亦都是我們香港海關 首次偵破利用虛擬貨幣 清洗黑錢的案件 在整個行動裏面 我們就突擊搜查了五個住所 包括四個住宅單位 和一個位於旺角的一個公司地址 並以涉嫌洗黑錢的罪名 拘捕了四名本地男子 他們的年齡介乎24歲至33歲 我們相信其中一名的33歲被捕人士 是這個集團的骨幹成員 所有被捕人士現在正是保釋後查 我們亦都凍結了這四名被捕人士的 相關銀行合共2千萬元的一個存款 作進一步的調查 我們要不要兩個人 我們要不要一個人 我已經看到了 每個人都被捕人士 我們要走